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入入這間居屋,未見到屋主,才見到周圍都是貓 這間屋大約380呎 戶主要求一間比較型格,用黑色為主的設計 他們本身有五隻貓貓,我們在設計上用了很多心思 給他們更多空間 飯梯這個大櫃,其實暗藏了三個設計巧妙 首先,每格做不規則設計,看上去感覺比較活潑 而全部儲物格都用隱瞞設計 可以省回櫃桶設計兩邊的一對路軌位 用最每格儲物櫃入面的空間 看真點,原來櫃旁邊最頂的一格 其實隱藏了貓貓的鍋具 而旁邊客廳的牆,特地加多塊層板 作為貓貓的跳台 因應屋主需要大量存物空間 在更大門位置,另外放了這個大櫃 為了增加空間感和採光度 兩個大櫃的頂和底,都加裝了燈帶 而電視櫃也特地把所有電線收納在櫃裏面 以免有電線內錄,被貓貓拿來玩 為了怕貓貓不小心跳出街 加裝了貓窗花 至於主人房,為了增加儲物空間 也加裝了儲物地台 但最特別是睡房的燙門底有個洞 不妨猜猜有什麼用 就是即使晚上主人睡覺之後 五隻貓貓都可以自由出入主人房 廚房一樣保持以黑色為主的設計 不過為了增加層次感 中間的牆用了不鏽鋼 為了增加光度,吊櫃底也加裝了燈帶 以灰色為主吊的浴室 原來最特別的是浴缸 我們洗淡間浴缸是護主要求 想造浴缸 但不想要一個普通傳統的磁缸 我們就幫人手砌了一個日式浴缸 但我們就用磚去造 不用木的原因是因為 用木的天氣比較潮濕 用磚就容易打理 BGM 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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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